那最后关注贵金属方面 上周的话在美联储的鹰派论调和不过不失的三季度GDP数据公布之后呢 金价是连续三日下挫 跌破了1150美元的关口 目前是回调到了60日均线的位置 那综合来看的话呢 美国经济在三季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暂时的低谷 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 市场关注的重心将逐渐转移到四季度的美国经济数据状况 那么目前市场预期呢美联储大概率会在12月份来进行加息 因此呢从现在开始到12月初将会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段 如果当前的经济形势保持稳定的话呢 预计美元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态势 那金价则将继续承压 那目前美黄金时报在1140.8美元每盎司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周平静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介绍